謝謝部長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口服藥 最新皮膚導貨時程 數量多少 那如果沒有領到 口服藥的人在家 病情有沒有惡化趨勢的可能 第二個問題是想問一下 早上部長有說那個要改變 戰略 說16萬間防疫旅館 這樣子的戰略改變 重點還有實施細項有什麼 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謝謝 什麼樣的改變 防疫旅館怎麼樣改變 我沒有聽清楚 說要改變戰略16間防疫旅館的準備 16萬間防疫旅館的準備 沒有 我這第一個 第一個現在不是沒有藥 我們現在有7200份的口服藥物 1萬6000的 瑞德西韋 所以目前是有藥 不過說現在有需要 用藥 而用不到藥 我們現在以下的染疫的人數 更需要用藥的人數 我們是很充裕的 那至於藥確實來的時間 在確定了以後 我跟大家來做報告 然後第一個 剛剛你看 所以我早上在演講的時候有提到這數字 我是指的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以現在 以往 我們在去年底以前 每一個確診的病人 平均我們會居家隔離了6.7人 那今年以來 我們每一個確診的病人 我們隔離了16.77人 那我指的說 如果是有1000人確診 那我們就要隔離了1萬6 那平均住10天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要準備有16萬間的這樣集中型的 的檢疫的處所 那事實上 以這樣的數目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就漸漸會走向居家來因應這樣的量能 我是舉例了 那16.77是現在的數目 今年的數目 每一個確診的人會居隔多少人 我是舉例說 如果1000人確診 那照這樣的一個比例 就要到一天有1萬6千多個人會居隔 那住4天 那就等於要準備16萬的這樣的一個量能 這量能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而且病例數也許會再增加 所以很多的一個戰略思考 因應Omicron的一個快速跟輕症 這兩個的一個特性 必須有一些戰略上思考的改變 部長 您剛剛有說就是藥物的準備 我們這兩天大概就有好消息 那過去在講那個藥物儲備的時候 像是MSD跟輝瑞是已經有採購 還有部分沒有到貨 那另外輝瑞的部分 部長您也說 還有預計要採購10萬人份以上 所以想請教是 這個好消息是屬於說我們已經採購的藥 想要到貨呢 還是說是我們簽訂了新的採購合約 我們買到更多的藥物 那這個是MSD還是輝瑞是哪一種藥物 謝謝 可能有好多個好消息 你呢 你呢 我一下 你呢 你呢 我一下 我一下